动作的编排 因为高低杠的扣分 它是要根据 除了你要完成之外 你完成以后的身体的位置角度 有非常严苛的一些扣分 所以有些我们观众都看不懂 为什么都扣这么多分 它虽然它完成了 为什么还 所以就是它的倒立的位置 包括完成动作以后的位置 我们看它的动作编排 分腿一 沙坡一百八 它是用震涛回环 接的 它的动作身形非常漂亮 弧度也很大 一个病腿的特格切夫 我们看它的下方 它的下方是 是非常比去年 女子的六位选手 大概是那几位 现在我们当然 因为现在目前够年龄了 也就是像妖精男 桑春松 黄慧丹 还有包括 陈思怡 还有其他的一些够年龄 因为现在 一共就七八名选手 对于我们来说 一定要包括谭嘉欣 这次没有来 他在高低杠和 跳马上有很强的实力 基本上前五人都定了 第六人呢 在考虑一下 第六人还有几名运动员 看他们的状态 都是被选 对对对 包括谢一芬 谭思欣 这都是 考虑的一下 对 还要根据他们赛前的训练状况 来最后确定 每个人的位置不一样 就像我们电视转播的机位 为什么说在高低杠这个项目上 包括单杠这个项目上 实际上不太适合用姚臂去转播的原因 就在于 看不清楚倒立位置的角度 而相对来说用一个固定的机位来说 而且几乎能够从 一组裁判那个位置去看的话呢